男性政客胡言乱语 发表歧视女性的言论时有所闻 但参与菲律宾总统大选 民意跑在前头的候选人杜特蒂却过了火 声称强奸美女应该让市长先上 结果引发社会狂轰滥炸 事发将近一个星期 当事人终于出面道歉承认失言 但强调自己当时并非开女性玩笑 是外界断章取义 达沃市长杜特蒂心直口快言论希腊 被称为菲律宾特朗普 而他爱开女性玩笑 形象瑟瑟的 一直都是饱受外界抨击的题材 这名封面人物最近在造试会上 重述27年前出任市长期间 监狱暴乱发生囚犯 轮奸澳洲传教士的悲剧 前词用字明显过了火 此话一出 对手和人权观察组织立刻围剿杜特地 形容他言论恶心 也凸显候选人品行低劣 根本不适合出任总统 雪球越滚越大 当事人今天终于出面道歉 声明自己在气不过的情况下才会失言 而这一段话被对手断章取义 结果引起误会 杜特地整治达卧室有功 反暴速摊政绩标签 草根形象深植民心 因此在最近发布的民意调查中 挤下老树盘根的政治精英 成为支持率最高的总统候选人 而支持者也认为 杜特地的强奸论只是开玩笑 不必认真